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做《失眠》 故事一开始,男主嘉明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睁开眼的时候还看到了一只鬼 不过嘉明非常淡定的又翻了一个身,对于这种场面嘉明已经见怪不怪了 第二天嘉明站在了课堂上,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最近正在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那就是怎样帮助人类克服睡眠 嘉明认为人类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睡觉上 如果可以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那么人类文明将会进步几千年 不过很快学术委员会议,这项研究违反人类原则为理由撤除了嘉明的研究资金 对此嘉明生气的破口大骂,转眼第二天,一个女人红花找上了嘉明 红花表示自己的家族患有失眠遗传,现在自己的大哥已经发病,快三个月没睡觉了 红花很担心自己会像大哥一样由于失眠而精神崩溃 之前红花一直在跟着嘉明的老师研究克服失眠 前不久嘉明的老师去世了,去世之前向红花推荐了嘉明 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嘉明跟着红花来到了哥哥的医院 还没来得及研究病情,大哥就由于精神崩溃跑出医院出了车祸 大哥死后被放在了医院的停尸间,为了研究失眠问题 嘉明这天偷偷溜了进去,对大哥的尸体进行了开炉尸检 他取出了大哥完整的脑子,并把脑子放在榴莲盒子里偷偷带回了家 经过研究,嘉明发现大哥的脑子90%的脑蛋白都死光了 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红花的祖辈受过什么诅咒吧 这天嘉明又遇到了自己经常看到的那个女鬼 为此嘉明特意去找了一个巫婆 他想让巫婆将自己的父亲招魂 询问夫妻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去的事 让他这辈子一直被女鬼跟着 原来嘉明的爸爸在早新年间由于性格懦弱被日本人拉去做了汉奸 嘉明的父亲特别痛恨日本人 可是为了一家老小又不得不委屈求全 汉奸的头目是一个叫阿福的人 经常被日本人利用搜刮百姓的钱财 还抢抢迷女 这一天一位卯山道士四处游历 道士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大王和小文 虽然祖传卯山道士传男不传女 但由于道士没有儿子 所以只好把自己一身的卯山道士偷偷传给了大女儿大文 不过大文并不愿意 尤其是父亲还强行给他开了阴阳眼 他特别嫉妒小文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很快两姐妹都被阿福抢抢了去 而日本人为了犒赏嘉明的父亲把小文赏给了他 父亲答应小文会让人关照一下大文 但由于此时的大文已经遭到了阿福的侮辱 由于愤怒 大文用道士对阿福下了降头 几天后嘉明父亲来看望大文 此时的大文已经被折腾得即将嗝屁 大文生气嘉明父亲选择了妹妹没有选自己 于是临死前偷偷给嘉明的父亲下了降头 从大文死的这天开始 父亲和阿福的失眠也随之而来 并且时不时会看到大文的鬼魂 小文慢慢发现了父亲的异样 察觉到了是姐姐大文下的降头 于是就带着年幼的嘉明以及嘉明的母亲 来到乱葬岗找到大文的尸体 跪求大文可以平行怒火放过嘉明的父亲 只不过并没有什么用 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嘉明的父亲精神接近崩溃 终于有一天爆发了 父亲拿刀砍死了小文 不仅如此 他还闯到了日军驻杀的地方 杀死了日本军官 最后父亲被日军开枪击毙 从父亲死后大文就铲上了嘉明 而同样失眠的哄花家族 其实就是当年阿福的后代 了解事情的始末之后 哄花初前为嘉明开了一个失眠研究所 几天后哄花的失眠症也翻了 他成为了嘉明的第一个研究对象 20多天没睡觉后 哄花彻底疯掉了 他蹲在地上把自己的肉当零食吃掉 而站在门口的嘉明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而且还加入了红花的美食盛宴 第二天警察发现了这里的血案 很快他们逮捕了嘉明 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市面研究所的地点就是当年大文